大家好,我是佳阳 今年2016年是美国的大选年 所谓大选年就是要选美国总统 那么美国总统是每四年选一次 今年是2016年,就是选新总统的一年 我个人来美国,在美国居住生活了大概有十多年了 我个人认为的话呢,这个美国大选是一出精彩好戏 比这个什么呀,比这个好莱坞大片呢看的还要精彩的多 我每一年都,我每一次都非常关注 我已经关注过,之前关注过两次美国的大选 非常有意思 那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看真人秀嘛 那么美国大选的话呢,就是重量级的真人秀 都是国际领袖 在给你上演真人秀 所以非常有意思,非常值得一看 那么今年呢,美国重要的党派是两个党派 一个是共和党,一个是民主党 基本上每次选上的总统 都是出于这两个政党 每一次选举的时候呢,可能会有这个 其他一些独立竞选人参选 但基本是没有希望的 最终都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 获胜执政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党派 那么今年的这个 两党的这个 都有些什么人来参选 这个总统呢 民主党这边呢 是希拉里克林顿 算是目前看来是这个领先的 希拉里克林顿呢 我估计大概每个人都知道的 她是这个前总统克林顿的老婆 也曾经做过这个四年的国务卿 是这个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那么她的竞争对手 同党竞争对手呢 是叫桑德斯 是一个看上去乱七八糟的 一个老头 七十多岁吧 大概七十岁上下 然后这个有一个又胖又丑的老婆 她那个 她说她自己是这个 社会主义者 对社会主义者 那个对 不过我觉得她 她有很多支持者 但我觉得她应该希望不大吧 提名的希望不大 那么共和党这边是什么人参选呢 那最早去年的时候出来参选的是 杰布布什 他是谁呢 他是这个老布什总统的儿子 这个小布什总统的弟弟 他当然是这个政治世家啊 那么他也是非常有名 那但是怎样呢 他当时是 募到了很多钱 很多钱 很多人支持他 非常看好他 结果呢 就被这个川普 一句话 一个字 把他给灭了 等一下再说 拿什么话把他灭了 那么 现在看来 当时这个 这个共和党这边呢 有十七个人参选 到现在呢 还剩下五个 那杰布布什也已经完蛋了 已经是就退选了 那么现在剩下的五个是谁呢 第一个就是川普 川普呢 他是一个什么人呢 他是一个纽约的地产大亨 他是这样被介绍的 他是一个有钱人 他自己就说 我很有钱 我非常有钱 对 那么我也很喜欢他这样讲 因为没有必要去遮遮掩掩的 像上次这个罗姆尼 就是好像很害怕 别人知道他有钱 对啊 川普就说 我非常有钱 很帅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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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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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